好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第18章的問題 那第18章問什麼呢 他說有一個這個ice cube的冰塊是8克 那假設呢 我們把它加到一個137m3的茶裡頭 那它這個茶 我們在老實說是水啊 我們要把它什麼成坑 那簡單來講它意思就是說 它的密度是1 1克7m3方對不對 好 那這個茶呢 它130cm3方 一開始的時候是90度C 那放在一個絕緣杯裡頭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8克冰塊丟到90度C的這個 這個90度C到130cm3方的水裡頭 他想要問你說 最後它的溫溫度是多少 那其實這個題目就是 這種是偶像的題目是不是 就是 直板感覺一個板對不對 看起來比較著急 是不是這個套 所以在這裡頭 其實很簡單 我們很快寫一下 第一個喔 比較水的潛熱 水的潛熱 水的潛熱 交流去測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你把一塊做到這裡頭 一件事要把它全部融掉 所以它吸熱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水的潛熱是這樣子 我要讓它融化 那8克另外融化我所需要的 這是多少呢 8所以你10的-3 那一塊我才是克才能攻擊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公斤 然後出錯了 公斤 好 圓軍 好 然後呢 公斤 乘以3.33基斯的五次方交耳克 所以會得到的是22664交耳 對不對 這是讓冰塊的畫熱嗎 冰塊的畫 冰塊 冰塊 冰塊的畫 冰塊的畫 冰塊的畫熱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現在也要知道它的平衡溫度 假設我們最後過平衡溫度 像TF的話 TF叫做什麼 平衡溫度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首先要先把冰塊 8乘以10的-3 那這個冰塊呢 這麼多公斤 然後呢 然後呢 要乘以它的什麼 要乘以它的比熱 對不對 它的比熱是4160 交耳出1公斤 這個要比熱 然後再乘上最後的溫度 TF 對不對 就是 讓冰塊升到最後的溫度 再加上它前面所需要的 2-6-6-6-4交耳 應該要等於什麼 等於我們本來的那個 130 0.13 0.13 0.13CM3 這樣子的差 現在密度是1 對不對 密度是1 再乘上 4160 然後呢 再乘上什麼呢 90度.tf 就是它放出的熱量 90-tf 這樣子 然後剩下就是一項算一下 細節我都不用算了對不對 細節呢 最後就是tf 會大約等於8-10.tf 1度C 好 這個就出不完啦 所以 就大約等於這樣子 好 那這個應該很簡單 因為這個就是 什麼 國中的題目嘛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18-13 來這題目在說什麼呢 他說 現在呢 假設呢 今天 我有一個這個棒子 就是一個棒子 那這個棒子呢 因為你溫度上升了 32度C 這是上升的 上升了32度C 結果導致什麼呢 導致這個棒子 從中間給裂掉了 然後它就朝上 凸起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我一開始的時候 在L 你原詞的長度呢 是3.77米 那這個東西的什麼 這個膨脹係數是 25-6次方 然後 度C的-1次方 他想要問這個 躲不起的 X的高度是多少 那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假設你這樣叫橋樑 對不對 橋樑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沒有那個 叫做伸縮縫的話 橋樑那裡這樣接起來 對不對 溫度力高膨脹 它就會凸起來 陸力會凸起來 對不對 某種程度 當然柏油不是一個 連續的棒子 那某種程度的影響 比如說柏油會凸起來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 這個 國小的操場拼乎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凸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對不對 會凸起來啊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好 所以題目很簡單 它就說 一個棒子誰要黏 對不對 溫度升到32度C的時候 它就 從這邊列量凸起來 它請問一下 凸起來的高度應該是多少 那這樣你可以反過來 假設你知道 因為凸起來高度是多少 照溫度差 你也可以去反對它的 熱膨脹係數 好 所以怎麼做呢 我們這樣子 畫一個圖 就知道很簡單 畫一個什麼圖呢 好 假設這個是凸起來的高度加X 對不對 那它有這個長度還可以 好 好 我們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這一個本來這個長度是多少 它原來全長叫做3.77 全長叫做3.77 欸 對不對 那現在它一半的這個長度呢 這裡跟1.85 對不對 那龍顯高度是X啊 是不是 好 那這一段的長度是多少 這一段的長度應該是多少 這一段長度應該是 1.85 然後呢 乘上 1加上25 乘以10的 負6乘以32 好 為什麼是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的 L 公司是L 等於L0 插號P加α原號P 對不對 它長得這樣子 或者是 割本的公司是 L等於α原號P 這兩個是等價的 這兩個等價的 那我用的是上面一個公司 好 我用的是上面一個公司 好 好 所以 這個最後問題就變成 算比斯定理而已啊 對不對 這樣的0方 你這個0方 那是0方嘛 對吧 或者說這個0方 其實你不用給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比斯定理就算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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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簡單 必斯定理對不對 x0方 1.885 0方 就會等於 1.885 括號 1加上25 所以 10的 副6次方 剩32 所以你去求這個x嗎 所以這個x算出來 會等於 0.0754 因為是單位又是0 所以單位又是0 好 好 那這個是第四定理而已啊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對考試的時候可以帶公正計算機 好 這個沒有講過對不對 對 有記憶功能 好不好 好 好 那第三題 18至14 這個效應其實 還蠻生活化的 這叫做 萊登佛斯特郎 好 那像你簡單講 如果鍋子太熱了 你反正要把這個水蒸乾 要花更多的時間 如果你的鍋子的這個溫度呢 不是那麼高的話 你可能蒸乾它這個水滴的時間呢 會比較短 好 那為什麼呢 這個題目就要告訴你啊 好 這時候現在的水滴 把它滴在這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Skillet 這個什麼 Skillet 平地鍋 把它滴在平米鍋上面 那今天呢 這個 這個一滴呢 這個平米鍋 就是介於 這個 100到200度星的時候呢 這個一滴呢 它大概一秒鐘可能會增長 好 那可是呢 假設現在這個平米鍋 更熱呢 不是介於100到200 而是今天 假設這個平米鍋呢 它的溫度呢 更高的話呢 他說這個水滴反而可以 怎麼樣 活得更久 本來 100到200度星 水滴在硬碼都會乾掉 那現在呢 他說我把溫度升高了 那要你去算 它可以活多久 好 那現在題目的假設是什麼呢 他說 假設今天呢 這個水滴跟這個平米鍋呢 中間有一層空氣 它會活比較久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你的水啊 當你碰到鍋的時候 它會開始怎麼樣 氣化 對不對 那氣化之後 反而它形成一層保護層 隔開你的液滴跟你的這個平米鍋 所以反而是溫度太高的時候 你要讓那液滴給增發 它接觸很少 那層是個保護層 反而不會讓它增發 所以它可以活得更久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其實 日常說一行有這樣的體驗 你吹頭髮的時候 大概有一個要用最高溫去吹 比較容易乾 事實上你會發現 你再去做實驗的時候 你用不要那麼高溫 去吹的時候 可能乾得比較快 其實原因就是這個樣子 不要那麼高溫 剛才也比較不上頭髮 另外一個是 不要那麼高溫 這個 萊登佛斯特下一個告訴你說 其實 這樣子去吹頭髮的時候 乾的才比較快 同樣啦 你要去打一個東西烤乾 你不要用很高溫度去烤它 因為反而不容易乾 那一層蒸發的時候 你的保護層 會讓它水溫更久 這樣你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在告訴你 這個生 日常生活的效益 可能也沒有發覺 那回去你試試看 好 所以題目就說 假設這個液滴呢 今天它這個液滴呢 它現在懸浮在那個 平底鍋上面的高度呢 是0.1mm 那硬滴自己的厚度呢 就是太多 是1.5mm 那硬滴下面的表面積 錄面積是4乘0.0mm 4乘2.0.0 4乘0.0 4乘6.0.0 表面積 好 那今天呢 這個鍋子的溫度 假設是3057好了 好 那液滴呢 已經在150 所以你不用考慮它 這個還要升溫的溫度 它已經幾乎要開始揮發了 對不對 好 那假設我可以看到水 水密度周回1000公分 0.3 那今天呢這個鍋子這邊呢 它的這個熱傳導係數K-0.126W-MK 好 那他想要問他想要問什麼呢 要不要往下拉 第一個 第一個 今天這個平底鍋呢 這一段子 好 一個小提問 第一個 請問一下這個平底鍋 它傳遞到這個ET底部的表面的功率 能量的效率是多少 第一個 就透過這一層隔絕成果 傳熱上去的效率是多少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依照這樣一個情況下 那多久這個ET會怎麼樣 會不會增加 所以 前面他已經告訴你 100到200度C 1秒鐘就很乾了 因為我們100度C的水滴在這個平底鍋上面 平底鍋的溫度是100到200之間 1秒鐘會很乾的 現在平底鍋是300度C 你的水滴下去 請問他多久會乾嗎 這B小提啊 那A小提剛那些算這個功率啦 傳熱過去的這個功率 好 還記得我們講這個功率的功勢是什麼嗎 我們說 好 給小提 我們的功率跟什麼有關 我們的功率 第一個 熱傳導起 熱傳導係數 K對不對 那跟你的什麼呢 前面肌有關 反比於長度 然後跟你的溫度差來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以致啊 K所長呢 是0.066 好 我們的這個 面積結面積 4乘以10 6四方平 對不對 好 那溫度差呢 300-100 對不對 乘以300 這是平底鍋的 對不對 那水顆是100 然後那個L是多高 一個0mm對不對 現在是1乘上10乘不死 啊記得說讓你塞單位喔 對不對 好 所以最後這個算起來呢 會等於 0.208 好 這第一個是它的功率 好 好 這個有問題 第二小題 那要多少秒才來把它增乾 對不對 所以第一小題 我們的秒數啊 應該要點什麼 水所需要的能量 對不對 水所需要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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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我們的功率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功率 因為功率是什麼 我的能量 跌倒是屬於T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呢 來 來我們的功率 剛剛功率算起來是 0.208 齁 好 那要用水增乾需要多少能量呢 讓水增乾 是不是 水的淺熱 這是蒸發的Vector BnBor 所以蒸發的什麼 淺熱嘛 對不對 乘上的什麼 質量嘛 對不對 可是我質量是什麼 質量相當於密度 乘上體積嘛 Row V 那V又是什麼 V是A 傑片機乘上體包多H 對不對 所以最後會等於 0.208 然後Veper 好 中 A H 就等於 0.208 然後 2.2 6 乘以10 648 乘以1000 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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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你看齁 所以其實本來一秒鐘都可以處理的事情 它要65秒才能倒閉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這個溫度越高 越高越高就已經出損氣 不完全是啦 不完全是 但這個條件啦 當然吹風機 吹風機也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吹風機它有一個汽油帶走的效應 所以那個又是要再去考慮另外一些問題 不過基本上 它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不是越熱越好 這樣了解嗎 打工去考慮不是越熱越好 好 我們來看 下一題 第四題 它說右圖啊 是一個封閉的一個循環 氣體的一個封閉循環過程 好 那它當然沒有出化詞 但是這個pd圖 好 大家說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說現在假設呢 我的內能變化由 a 走到 b 走到 c 是-50 焦耳 那從 c 走到 b 呢 是-45 焦耳 那這個假設呢 我現在要從 b 走到 a 要再付出另外 20 個焦耳 請問今天呢 我從 c 走到 b 做了多少功夫 好 好 我們來圖上來畫一下 這樣說嗎 好 這個是 a 這個是 b 這個是 b 這個是 c 這個是 d 好 好 他說了齁 現在從 這裡 走到這裡 它所需要的是-50 焦耳 好 然後這裡 走到這裡 花了-45 焦耳 這裡 走到這裡 花了20 焦耳 好 好 所以呢 他想要問說 最後這樣子呢 我這個氣體 齁 吸到 b 做了多少功夫 為什麼會吸到 b 知道嗎 這是個陷阱 然後 來 你先想想看 吸到 b 做多少功夫 這個怎麼算 不知道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齁 今天我這整個循環 abcd 我所做功的情況 會是什麼樣子呢 你看齁 a到b b到c c到bd到a 所以 bc這一段 做不做功 沒有做功 bc這一段 有沒有做功 沒有做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功的定義是什麼 pdb 那bc這邊的b有沒有發生改變 沒有發生改變啊 對不對 所以這裡不做功 所以同樣的ab怎麼樣 也不做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這兩件事情 我們還知道這件事情 什麼 勒力全一定律啊 m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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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你算一下的話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發現是什麼 現在呢疊打1-0 等於這樣子的話 那疊打1-0 那後面這邊呢 它就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有一個數字做功的地方 才能讓它保持回應 過來看看 負十五加 四十五 欸負五十 記錯了 負五十 加四十五 加二十 這會給什麼 正十五交二 對不對 我內能沒有正十五交二啊 對不對 所以我內能要跑下去 是不是內能要把它跑去怎麼樣 輸出去做功啊 對不對 要把它輸出去做功 所以呢 我所做的功 十五交二 好 好 沒有問題 好 這是十八張的部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